讀完四年的一方系其实是带给我很多东西 那毕业之后呢这些东西你都是可以带走的 那实力的部分的话我觉得 专题的讨论啊或是一些课堂之间的讨论 还有上台报告呢 就是可以磨练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然后在未来工作职场上也是要和病人表达沟通 那在医院呢就是要尊重生命 必须要视病有亲 职场上呢也要学习自我成长 才不会被社会所淘汰 那拥有了放射的专业知识之后呢 我们就要用这些专业知识呢 去处理一些影像 然后分析它 然后最后呢如果我们想要好的影像呢 就必须要去保养医器 谁适得读异放系呢 比较一下临床上的男女放射师 那男生呢其实力气比较大 那也比较可以搬重物 其实也可以一个当两个用 男生放射师的缺点就是不能做一些复刻的检查 像是腹部的超音波啊 或是一些乳房的摄影啊 超音波 那女放射师呢就可以做乳房的超音波 也可以做乳房的摄影 还有复刻的摄影 读这个科系呢就要有一点物理的基础 那不论是放射性的发生啊 或是一直到结束 其实里面都有很多物理的奥妙 那进入了医院工作呢 就是是一个团队一个team 那必须要和一些医师啊 或是护理师合作 那我们要学习如何 大家团队合作才能完成一个检查 那到一些比较特殊的单位呢 就是要必须要和医师面对面的话 就要必须要有一个抗压的能力 那放射师呢在这个职场上呢 其实是日益变迁 而且进步非常快速的 放射师呢也要终身的学习 才不会被这个社会所淘汰 接下来是相似科系的比较 那原本呢 医技系跟医方系呢 原本是同一个系 叫做医学技术学系 那后来呢 因为专业知识的需求 然后还分为医技和医方系 那医检系呢 其实比较着重于生物还有化学 那也比较多一些实验室的训练啊 还有一些裁检的技巧 那他们也要必须学习 如何判读检验报告 那有那些检验报告呢 可以协助医师做正确的诊断 那医方系呢 大多的是着重在物理学的学习上面 那我们是借由一些原理呢 让仪器提供影像 可以让医生作为判读 那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内容呢 就是操作一些 可以发生辐射的仪器 那放射师呢 其实是需要考证照 才可以担任放射师一职 那在临床上呢 最主要就是在医疗院所担任放射师 那还有一个辐射防护的考试 考完之后呢 其实也可以到医院啊 或是一些公司呢 担任辐射防护师 那继续在攻读硕师呢 就可以担任医学物理师 分享一下医学物理师 他是必须要学历在硕士以上 那而且他要跟着 临床的医学物理师呢 要有三年的工作经验 医学物理师呢 最主要呢就是 制定癌症的治疗计划 那薪水呢 相对于医放的息呢 当然是会比较高一点点 那我们也可以继续读书呢 去准备国家的考试 担任公务员 那我们也可以官务特考 去海关呢 担任检查人员 或是呢 透过国家的高考呢 去担任行政院员人会的职员 担任放射师的主管 那也可以呢 业务呢就是要去很多间医院 面对医生啊 或是放射师、护理师 其他行业的工作 那工作呢其实是多样化 而且呢可以透过自己 销售一彩的数量呢 可以创造自己不错的薪水 那也可以继续往上读 读硕博士 学校继续任教 担任讲师啊 甚至一路到教授的职位